伏鲁 到底哪种伏鲁更健康呢 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看看它们的区别 我们先来看一下白伏鲁 白伏鲁通常是产于桂林一代 是桂林三宝中的一宝 早在1983年的时候 就是全国的优质食品了 在制作方法上 没有添加任何的伏鲁 只是原有的白色 而红伏鲁通常在制作的时候 会添加一些红须等 对人身体有益的营养成分 至于红须能不能降血脂 并没有相关的研究证明 红须可以起到很好的降血脂作用 除了这些添加的 其他地方的营养价值基本上是一样的 同样处于豆制品的它们 营养价值都很高 含有人体所需的氨基酸 碳白质 维生素B2 维生素B2 钙 铁 新的多种营养成分 对人体十分有益 且这些营养成分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以及利用力极高 其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能够高达15%左右 这种营养成分是细胞的重量组成成分 另外富含的维生素B2可以帮助我们机体中的物质转化为自身所需要的能量 同时还可以起到很好的调节酸碱平衡的目的 对于身体的皮肤 指甲等部位都是有一定程度上的好处 而维生素B1-2可以帮助我们维护神经系统的功能 对于老年人来说还可以提神体脑预防神经系统上的疾病 对于喜欢吃素食的人群来说 维生素B1-2也非常重要 如果轻度缺乏会导致皮炎 发质 脾气暴躁 严重的还会导致恶性偏矩 此外 除了俘虏中 还有牛奶 鸡蛋 羊肉 鸡肉等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B1-2 所以 这么看下来 每天适量的吃些俘虏 对身体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虽然腐乳的好处这么多 但是其中的含盐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生活中常见的一小块腐乳就含有大约5克左右的盐量 而最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我们 每天食用盐的量要控制在6克以内 所以 腐乳每天要适量吃 或者吃多的腐乳 一定要注意其他含盐量 食物的摄入 以及做菜时候放盐量 作者介绍 彭新锐 国家三级公共营养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